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23岁AV女优洛瓦Olivia Lua于加州一间照护机构死亡,是北美地区近三个月以来第五位过制的A片女星。 据纽约美日新闻报道,Lua的经纪公司于18日证实她的词讯并透露她是在当天早上逝世。Lua于2017年4月与经纪公司签约,自去年10月以来就开始住院治疗。 她希望经过三个多月的疗养后能够回来工作,但在本月病情复发。 除了Lua之后,美加地区还有另外4名AV女优在这三个月死亡,例如20岁的諾瓦Olivia Nova,1月7日于拉斯维加斯过世,23岁爱姆斯,August Ames,在2017年12月亲生,31岁的贝尔川Urizan Beltran进来用药过量身亡。 加拿大35岁A片女星史戴尔兹Shaila Stilett去年11月死亡。